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觀看 台灣長迪嘉年華的線上講座課程 我是卓彥秀 我們今天三地連線 我們邀請到中部地區的黃善善老師 大家好 我們還有邀請到遠在紐西蘭奧克蘭的洪建軍 洪老師 讓洪老師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真的很榮幸可以以線上的方式 然後與大家見面 參與我們的這個長迪嘉年華 我現在人生在紐西蘭的奧克蘭 因為我在這邊擔任奧克蘭愛樂樂團的長迪手指 然後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是手套的運用跟圖音 在樂譜上面其實有很多的不同的記號 這樣子的分類有哪些呢 一開始我們說突突突突很基本的這一種 後來到法國區之後 其實以法文發音的話 我們小時候寫那個TU 我們都會唸圖 可是法國人他們會唸區 所以區的時候會比較在集中一點 所以那除了一般的我們的區區 就是菩薩沒有特別記住的之外 我們有Stagato比較跳的 然後我們有Archiculation 就是很複雜的有連的有土的 然後我們有 例如說法文的Data shape 就是它是要那種短促的乾淨的有力的 然後還有雙土三土 然後還有持續快速連續的要一直土的 例如說今天待會大家會聽到 洪建軍老師示範的他的秘密 那那個就是要真的是很長時間 而且在不同的八度裡面做快速的吐舌 那那個也很困難 因為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跟清晰度跟力度 剛剛我們這樣講就幾種了 就是一般的吐舌 然後Stagato Archiculation Data shape 雙土 三土 還不算那一種什麼tenuto 加一個點點的那一種沒有 還不算那一種Archiculation上面有點點的那一種 就是老師旁會說藕斷絲連的那一種 介於要土跟不土的 那其實那個都是在舌頭位置的改變 後面如果大家聽到建軍老師的示範 就是你就會知道說 那個舌頭位置的改變 可以在很多地方做應用 而且它真的非常的實用 那說到吐舌 我們大家對吐舌的最理想的想像 應該就是我要吐得非常快 然後還有要很清楚 對 那所以我以前 因為我是在德國留學的 然後我的老師他們就是特別的強調的 就是吐舌的清晰度 就是你要吐得非常清楚 那為什麼是要清楚呢 因為你必須就是身為演奏者 你必須要可以隨著 就是你在不同的場地演奏 然後你要可以變化你吐舌的質量 那比如說在一個回響 就是回音特別大聲的一個 一個場地演奏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需要演奏得特別短 因為這樣觀眾才有可能可以聽到你的 你的Starkado 對 那 所以以前我們上課的時候都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基本練習 那當然不只吐舌 還包括銀色 然後還有手指技巧 對 那 老師是真的很嚴格 他會站在旁邊 就是聽你一遍一遍的把所有練習 吹完 他不會讓你跳過 所以那個時間你就是真正的 就是很專注的 把所有的基本練習吹過去 所以我就發現到 其實這個訓練方法是真的很有效 尤其是當我們還很年輕的時候 就是他會讓你根深蒂固的 就是把這個東西卡進去你的腦袋裡 所以經過這樣訓練 我就回想到 就是我以前在念音樂班的時候 那其實台灣如果 你不是老師特別有要求的話 我們主要可以訓練到技巧的課題 可能就只有音階 對 因為我們常常要很直著 就是要把所有考試的內容 趕快練起來 所以變成我們 可能 就是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 在練習基本功 那其實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音階我們通常只有 音階跟帕音嘛 然後裡面包含了圓滑 還有吐舌 那其實這樣真的是 遠遠不夠的 還差很多 所以我今天就是很開心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我是怎麼練習吐舌 還有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好喔 所以現在呢 針對基礎練習的部分 來教大家 關於吐音的小秘密 好的 那其實吐舌 我認為最重要的應該是 每一顆音的音質 對 所以在我們討論 就是你要吹很快很快之前 我認為需要做好的事情應該是 你要怎麼樣控制 每一顆的音質 必須跟你在吹長音的時候 的音質是幾乎一樣的 對 就是你可以這樣想嘛 當我們在吹長音的時候 如果你連長音的聲音 都沒辦法控制好 那你再加入吐舌 有可能可以把它吹好嘛 對 所以這是一個 我想要先帶給大家的一個觀念 那我現在想要先從一個 比較簡單 比較單純的一個練習開始 首先我們先把節拍器開到60 就是一秒一拍的速度 對 然後我們現在呢 我們要吹一個長音 那這個長音的長度 其實可以由你自己而定 但是 必須要固定 就是我們吹的每一顆音 都要到達這個長度 那我現在先設定在八拍 然後我們要先 我們要把我們的聲音 吹到最飽滿的狀態 就是你最好的音質 然後這個音 你可以從你覺得 最舒服的一個音開始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先從 中高音域的這個拉開始 然後我會吹八拍 非常飽滿 然後做出你最好的聲音 然後我現在呢 我希望在每一拍 加入一次吐舌 所以我長度會吐八拍 然後再吹這些吐舌的時候 確保每一顆音 它全部都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呢 不可以打斷你的運氣 所以我並不是吐八次氣 我是吐一個氣 然後呢 用我的舌頭輕輕的把氣 分成八等分 然後呢 確保當我們可以 完全的控制每一顆音 八拍都長一模一樣之後 我現在呢 再Double它的速度 所以我每一拍 我會吹兩個音 我剛剛有點吹得太長了 但是 基本上概念就是這樣 然後呢 你必須維持完全一樣 你就像一個工廠 然後你的吐舌 必須長得一模一樣 同時呢 維持住 就是你必須保有你在吹長音的音質 這個很重要 所以千萬不要在吐舌的時候 好像美吐一個音 然後是一個新的氣 很多人他是這樣吹 其實你的氣是完全沒有連貫的 所以我們 我們並不希望這樣 所以光可以這樣聽 我的音質就已經差很多 那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是一個音 一拍兩個音 所以我們現在 可以慢慢增加到三個音 四個音 五個音 然後再來是四個音 然後再來是四個音 原來一個簡單的土音 其實我們有好多事情要注意 而且一般有時候 跟我們想的其實不太一樣 就是土音的時候 然後不是要想我要很努力吐 而是要想我的聲音要先把它吹好 然後要先想我的氣要把它吹好 然後有一個好的聲音 有連貫的好的氣息 然後我們才會有好的土音 那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練習 我想要把土音跟音階做結合 那音階我剛剛有講 就是如果你每個調子 你練習兩個八度是非常不夠的 所以我把它做了一點變化 然後讓它非常有一個完整性 我們首先我們先選擇一個調 就是你每次在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個調 然後最重要的是你必須要換更換 不要每天都練習同一個調 那我今天先選擇一個比較簡單的G大調 然後呢 我會先從圓滑線開始 那一樣的把你最好的聲音做出來 那我現在是每一個八度一次人滑 然後每一個音都吹一個八度 然後到最高音也比較放心 然後我們吹到最高音之後再往下 然後你如果有Low B的話 也不要落掉它 那當然你可以用節拍器 就是你必須定出你自己 你現在可以控制的速度 然後呢 每一天慢慢的往上加 對那因為我現在要講話 所以我不想要節拍器打擾 我們就先省略這個部分 好那吹完圓滑之後 我們現在開始加入吐舌 我先從一個古典樂飯最常出現的點舌來開始 就是兩個連 然後兩個斷 就這樣一路吹下去 然後請注意就是 每一個八度 它必須要有一個氣的支撐 就是你要有很好 就像你在吹一個長音 有像在吹一個長音 但是你的手指 在動的這個感覺 就是一個長音 然後我現在只是用同樣的氣 但是呢 我的手指 是一個八度的支撐 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加入吐舌 一路吹下去 就像剛剛吹永華一樣 到最高音 到最低音 然後再回來收 然後我們可以把吐舌再相反過來 兩個斷了兩個聯名 對 以此類吹 然後呢 我現在你可以用一個 一加三一個吐 然後三個連 或是三個吐 一個連 這些方法就是 大家可以自行去變換 然後我現在吹一次是全部吐的 然後我們吹完全部吐的 就是每個音都吐一次之後 我們可以進行到雙吐的部分 就是每個音都吐兩次 然後也是以此類吹 所以必須要挑戰最高的音音跟最低音音 好 就是 我們基本練習 就是要挑戰自己的直線 所以請大家就是不要放棄 最高的音音 然後最低音音的行 如果你有Low B的話 那在雙吐之後 我們可以再增加到三吐 那三吐分為兩種 一種是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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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第二種是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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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兩種其實在曲子裡面 都有可能會用到 所以我們再把它代入到我們今天練習 好 那一樣的就是 在吹這些練習的時候 當你發現你的吐舌開始有點不清楚的時候 請回到圓滑的狀態練習 讓自己的耳朵 響起什麼是最好的聲音 然後呢 那一模一樣的聲音 我們加入吐舌 好 一樣三吐的情況下也是一樣 所以總是讓你自己想起 就是你必須時時刻刻提醒 什麼是你最好的聲音 而不是我們一直指命的去練習你的吐舌的部分 對 那這就是第二個練習 然後今天在這邊提供給大家 OK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包含吐舌練習的教材 那其實最常見的就是 我們每人手中都有一本日課大練習 對 那在每一課的練習 我們其實都可以看到它寫了好幾種 非常多種的 對 那我們也可以非常好的 就是使用這些 就是這些變化 往下去練習 比如說我們到第一課 這個也一樣 它上面寫的通常都是圓滑線開始 對 所以你可以 大家可以就是印證我剛剛講的話 就是 呃 所有好的吐音 它都 建構沒有非常好的聲音 然後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才做吐音 所以比如說第一課 我們先從圓滑線開始做 對 那在圓滑線之後 當我已經可以非常好的控制我的聲音 然後跟我的手指 之後呢 我再加入 是不是 對 那就是我們第一課 然後呢 第二課是小調 所以練習方法類似 其中有一個我非常想要提的 就是第四課 然後S一樣是音階的練習 然後它包含所有的大小調 對 那我認為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練習 我們現在 呃 一樣我們先從圓滑線開始 對 然後我們可以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各種變化來練習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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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課 對 比如說我剛剛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Z大調 我是用原滑線 然後第二個 A小調 我就可以使用不同的 aggregation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用 呃 兩個連兩個段 對 那就以此類推繼續下去 可以在任何一個調換另外一種 aggregation 那我們也可以練習上面所沒有列出來的aggregation 比如說我現在想練習 雙部 對 甚至是三吐也可以 那其實這些 經由這些練習我們就可以知道 就是這樣 光這樣一本書 我們裡面可以有 呃 上百種上千種的變化 那每一個都對我們很有幫助 對 那 光是可以練到 就是我們可以練到每一個音的音質 然後你可以搭配節拍器 然後從你的極限開始 然後慢慢的往上調音一點 這樣就可以把你的速度練起來 所以 這樣子就是日積月累 我們才可以就是擁有非常好的一個兔舌技巧 我們剛剛聽到了基礎的練習 音階的練習 還有articulation 雙圖 三圖 一些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進入到樂曲應用的部分 深圳老師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一次會選這三首曲子 來做我們的應用的部分呢 其實這個想法就是當初就是Mihi老師 在幫我們上課的時候 然後做了一個有三個階段 或是三種不同的循序漸進的練習 然後第一首呢 是巴哈的作品曲1033的第二樂章 巴哈的這一首其實音樂上當然不容易處理 可是如果我們現在把重點放在運舌的 吐舌的技巧上的話 它相對上沒有那麼到那麼困難 因為它的圖的音域其實都比較平均一點 它不會有很快突然要上突然要下 然後所以以這一首來做 先試著讓舌頭做平均的練習的話 是比較容易入門的 而且其實這一首是大家很熟的曲子 應該很多差不多可能國中音樂班 就會有吹過這一首吧 然後而且它是把它做名曲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音樂班音樂系 這一首都會非常的熟悉 所以你可以拿這一首來做為 剛開始練習吐舌的曲子 其實是還蠻容易入手的 第二首就開始有點難了 第二首是帕格尼尼的 卡比斯隨香曲的第五首 這一首的話 它就會要非常快速 然後從低音到高音 高音到低音 然後舌頭不斷地吐 對那這一首的音樂上來說 可能相對沒有巴哈那麼複雜 就是它真的是比較炫技一點的曲子 可是就於練舌頭來說 我們就會需要這樣子的音樂 來幫助我們練舌頭 因為建均老師在會提到 我們其實常常碰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快速的吐舌的時候 上行下行的時候 通常有時候吐到上行 會沒有聲音很重 或是吐到下行會沒有聲音 音樂器從不出去 而且建均老師有說 就是他建議我們可以把它 背起來做為每天的練習 對那所以這個是很棒的 練習的曲子 然後所以這一首可以幫助我們 在音域的三個八度的平均上 能夠有很好的訓練 好那我現在為大家示範的是 巴哈長笛奏名曲 奏品編號1033的第二個樂章 那它是一個由很多的16分音符 所組成的一個快版樂章 所以就顯得我們土音的清晰度 還有音質的平均度特別的重要 對那另外一方面我認為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保有它的音樂性還有樂句 所以不要因為看到這麼多的土音 然後我們就把它吹得像練習曲一樣 那它的開頭是長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在土舌的中間 我會給它留了一點點空隙 所以我不會把它的土音 吹得這麼滿這麼黏 如果吹得很黏的話 大家可以聽一下是打這樣 對那在巴洛克英文 其實我們會將所有的土音 中間保有多一點點的空隙 那換句話說 我必須要把土音吹得再短一些 那我們目前照這個速度 我全部都是用雙吐 對所以我們需要吹稍微短一點點的雙吐 但是呢仍然保有它的樂句 對所以 我們在吹這首的時候 雖然那麼多的土音 我們還是必須想像 我們是一口氣 每一個樂句它都是一口氣 然後它必須有起承轉合 那我現在要為大家示範這個樂章 無論如何我還是要動了 一口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第二首我想要為大家示範的是帕格尼尼二十四首 隨想曲裡面的第五首 那相信很多人應該都對他不陌生吧 因為在各個國際比賽他都會出現 那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跳音、吐音的練習 對,那他是由不間斷的十六分音符 還有斯塔卡都組成的一首樂曲 好,那今天我因為要示範他的土音的部分 所以我直接從他十六分音符的段落開始 那他開頭是長這樣的 那因為這首曲子他的土舌非常快速嘛 然後他的指法也很複雜 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慢練 然後再來是我們一樣就是跟其他的土音練習一樣 我們必須要用圓滑先練習 因為這樣你可以完整 就是非常百分之百的確定 然後聽到你自己的手指有沒有換得很乾淨 好,比如說 對,那當你完全掌握你的手指的這些複雜的指法之後 就是他必須要聽起來很乾淨 那這時候我們才加入土舌 好,那我們再往下 吹到這裡可能有些人已經開始覺得舌頭開始疲乏啦 然後嘴巴很痠啦 那有一個我認為很好的觀念是 當我們遇到持續不間斷的土音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想它是很放鬆的 我們不可以一直去想每一個音 我要把它吹得很清楚很乾淨 反而呢我們是要想長的躍居 然後呢你的氣 你的舌頭是被你的氣所帶動的 有點像我現在拿一張衛生紙 然後我朝著衛生紙吹氣 我把這張衛生紙吹得讓它飄起來 所以你的舌頭有點像衛生紙一樣 隨風在飄動 好,有點像這樣的感覺 對,那我現在示範兩種 就是一種是我非常的focus在我的吐舌上 然後一種是我focus在我的氣上面 那我是第一種 那它固然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 其實身為聽眾 聽起來也是會覺得非常疲乏 不只我覺得累 然後聽眾也很疲乏 然後再者是它也缺少了樂句 那我再試第二種 當我把注意力放在我的氣上面 那是不是聽起來就輕鬆很多呢 然後它也流動了非常多 對,那我們再繼續往下 那到這一段我們就遇到了很多的下行的半音節 還有魔鏡 對,那就碰到了今天第二個我想要討論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可以維持土音的品質 從高音一直吹到低音的時候 怎麼樣可以讓它是維持一樣好的音質 對,那我想要先講一個屬於比較理論性的東西 就是我們在低音的時候我們需要慢的氣 高音的時候需要快的氣 那大家可以怎麼樣去理解這件事情呢 我們可以將氣吐在自己的手掌中間 如果今天吐得很快的時候 這個氣流的速度是快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這個氣是冷的 然後現在我請大家這樣有點像在打哈欠 當我的氣吐得很慢的時候 它在你手掌中間 你會感覺到是溫熱的 對,那這個就代表氣流的速度 我們可以用溫度去想像它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低音的氣它需要慢 你才有可能吹出來 所以我現在示範一個 當我從高音吹到低音 我完全不改變氣的速度 都是快的時候 低音聽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大家有沒有聽到我的低音是吹不下去的嗎 所以這件事就告訴我們 氣流的速度有多麼重要 所以我們不可能只用同一種氣去吹所有的音 那我們的吐舌也必須配合我們的氣 所以這邊問題就來了 我們要怎麼配合 吹到低音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溫柔一點點的吐舌 高音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稍微銳利一點的吐舌 那我講的銳利跟溫柔 差別是我們吐舌的位置 比如說高音的時候 然後吐舌的點就在很前面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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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 然後我吹到低音的時候 我現在的吐舌位置 有点像你在喊鲁蛋一样 有点不清楚的感觉 但是请不要担心 它在你吹低音的时候 并不会让人家听起来不清楚 反而是你把吐舌吐得很前面 你很努力想要吐清楚的时候 它反而才是相反的不清楚 其实基本上没有声音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第二个重点 我们必须要可以随着你音符的高低 变换你吐舌的位置 高音的时候是 或者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 找到你的吐舌的点 低音的时候在比较后面 或者是 所以两种的吐舌的地方不同 那我现在示范一下 我如果都不改变吐舌的位置的话 它听起来是什么样子 那就很多音都没有吹到位嘛 那我再试另外一种 就是我随着音的高低来改变 我的气还有吐舌的位置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从高到低 然后再到高的乐句嘛 所以我们必须 所以我们的 有点像你在说话一样 所以你必须随着你的语气 然后改变你 舌头的使用方法 那这首曲子 它经常出现在国际大赛的指定曲子中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就是它可以训练快速的吐舌 还有干净度 另外还有手指跟点舌的配合 对 那就是我非常推荐大家 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程度的话 可以把这首当作你日常的练习曲之音 第三首巴哈的塔提塔 第一乐章阿拉曼舞曲 那这一首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它几乎是音乐器必吹的曲子 也是很多国际大赛常常指定一定要吹的曲子 那这首曲子虽然它不是很快 不是很炫技 可是它对于吐舌的要求很高 因为它要透过吐音的不同的品质 不同的长短 然后强弱等等的来去做音乐 那后面建议老师就很详细的告诉我们 其实这样子的吐音 那种很细微的差别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它甚至会告诉我们说 其实透过吐音 我们可以把乐曲里面的重要的和声音做出来 然后那个和声音可以帮助我们带出音乐的方向 那你可能会想说今天我不是要讨论吐舌吗 为什么拿一首这么慢的一个曲子 来当作讨论的主题呢 对那在这一首乐曲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在演奏的过程必须要可以展现不同长度的吐舌 对那我想要先为大家示范一下它的开头 那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 我在某些音把它延长了一些 那相信很多人都应该听过 在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它的低音特别的重要 那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低音代表的是它的和声 那和声又代表的是音乐的走向 还有乐曲 对那我们现在因为在演奏的是一首无伴奏的组曲 所以呢我们没有另外一个人帮我们演奏低音 所以在我们这个独奏的旋律之中 它就包含了好几个声部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的强调它的低音 对那我再为大家演奏一次 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楚很明显的有一个音乐的方向呢 那巴洛克时期的吐舌其实跟我们现代的长笛已经有非常大的不同了 对那主要是因为我们乐器一直在演进嘛 一直在改良一直在演进 所以我们的演奏法也随着我们的乐器慢慢的在改变 那除了把低音强调还有延长之外 我还做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所有的十六分音符的吐音之中 我都留了一点点的空隙 所以让它不是每个音都很黏然后很长 如果都很长的话听起来像这样子 对那我吹这么长其实有一个坏处就是 我所有的低音它就出不来了 因为我是要把低音延长了嘛 对但是我所有的音都这么长的时候 其实低音它就展现不出来它的重要性 对那所以我再吹一次 如果你稍微把每一颗音中间留一点点的空隙 或者是我们可以这样的想 每一颗音都是到了之后 就是当我吹到的时候立刻的渐落 所以我放慢一点它听起来像这样 所以到不是我吹得很短 所以是第一种 我们到了这个音之后 然后立刻把它渐落 然后当我们遇到低音的时候 重要的音的时候 我们把这颗音填满 我们并不是把这颗音延长 让它超出它原来拍子的时间 我们是把它填满 我们可以听一下两种的差别 首先是我们把这个音 吹得超出它的时间 那当然听起来就是一拐一拐的嘛 因为这个乐曲它需要有非常稳定的速度 所以我再示范一次 我们现在只是把我们音跟音中间的空隙把它填满 对,那刚刚这些吐音的长度 其实是非常微妙的 就是你必须介于断跟不断之间 所以太短的话 它其实乐曲就会断掉 你会感受不到它的线条 但是太长的话 它又黏黏的 你反而也是感受不到它的 就是哪一些音比较重要 对,所以它 这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让我们的耳朵记住这样的感觉 你可能会很好奇 在什么时候我们才需要把音延长 那其实这跟我们的乐曲 还有和声的变化是相关的 对,那比如说 这边我是每一拍都延长一次嘛 所以它代表它每一拍 它都有和弦的变化 我们再听一次 那我们再往下 有没有觉得这边好像变长了一样的感觉 就是我的乐曲它变长了 因为它两拍才换一次和弦 所以我的加的重音也一样 就是我延长的音也一样 是跟着这个和弦的走向走的 对,所以这首曲子 在演奏之前 很建议大家先把它做简单的分析 就是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换了和弦 然后代表什么时候是它的乐曲 对,然后我们才根据这样子音乐的走向 然后下去琢磨我们的土音的长短 那巴洛克时期的吐舌 其实跟我们现代的场地 已经有非常大的不同了 对,那主要是因为我们乐器一直在演进 一直在改良 一直在演进 所以我们的演奏法也随着我们的乐器 慢慢的在改变 那巴洛克时期的运舌法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门学问 我今天只是帮大家点出一个我认为很浅显易懂 然后你也可以很轻易的在我们的现代场地上面尝试的一个技巧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研究研究更多 那我现在为大家示范一下我们第一乐掌的第一个大段落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一下 我是怎么用比较长的吐舌 不同长度的吐舌 然后来表达它的乐句还有和声 我现在就用比较长的吐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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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为大家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的几个重点 吐舌之前先练唱音 或者是圆滑线 当你有一个一整个乐剧的时候 我们都先练习 不要吐舌的状态 然后呢 你把最好的音质先找到 才加入吐舌 那第二个重点是 当你如果想要演奏非常快速的吐舌的时候 反而我们不能太focus 在你的每一个 每一颗音上面 因为这样子会造成你的吐舌非常的重 然后你的舌头跟嘴巴也会很疲乏 所以 我们反而要往另外一个方向想 我们需要很轻 然后呢 想着我们的气还有音乐的走向 舌头越轻越好 第三个重点是 我们需要在不同的音高 有不同点舌的位置 所以低音是慢的 所以它必须要温柔的点舌 高音是快的气 所以它可以有比较锐利的吐舌 那第四个重点是 在不同的音乐里 我们可以有不同长度的吐舌 就像我们刚刚示范的巴哈的帕蒂坦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吐舌 来表达乐剧 那其实这个技巧可以用在各个时代的音乐 那它可以让你的音乐 有多出来非常多的色彩 然后还有不同的诠释 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边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内容 我是洪建军 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黄三善老师跟洪建军老师 为我们分享这个吐音的分析 三善老师在最后 有没有什么需要为我们补充跟讲解的部分呢 我觉得建军老师已经说得非常的详细 然后真的是很仔细 而且我透过老师的讲解 我自己也学到很多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概念 其实是我自己可能有些是没有听过 或是有些是真的是听过难忘记的 那我觉得老师这样帮我们再复习一次 我就觉得A位得到很多的收获 那如果说我可以再做一点点小补充 或是小提醒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很小的点 但是蛮有趣也蛮重要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以前我的老师 阿哥老师也是艳秀的老师 他有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土舌 尤其是我们中文在讲土舌的时候 那个土有一个往前往外的那个感觉 所以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可能 为什么亚洲学生经常在土舌头的时候会土得比较重 因为我们都觉得A是土土土 因为有一个往前 那老师就提醒我们说 可是其实法文讲的时候 法文是说 所以其实是往后拉 所以我们的土舌的时候其实是 所以是曲 我们念曲的时候舌头是往后收的 对所以其实老师说 其实土舌的时候并不是土舌 而是收舌头 对那如果能够记得这个然后练习的时候想要 对其实是舌头是曲曲对的时候是收舌头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一直想要往前 或是舌头土 就不会土得很重 就会 这样就可以比较灵巧 然后也比较快比较轻松 不会那么容易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很小的点 但是不要被中文骗了 就是不是往前土 其实是收舌头 谢谢珊珊老师 然后也很谢谢建军老师在纽西兰为我们的做的示范 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我们提供的方法呢 是给大家一个依据 可以知道说 土音有哪些不一样的部分 参考 要跟你的主修老师 你的指导教授来做讨论 会有更有效率的练习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讲座很棒 很赞 欢迎敲碗 告诉亚卓艺术 你还想要听什么样子的讲座 无论是长笛或者是音乐解析的这个部分的讲座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谢谢 也谢谢两位老师 感谢咯 谢谢 拜拜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